戴叔叔 是确定我爸爸的遗嘱视频 被剪辑过了吗 我找的是权威机构鉴定的 这个不会有错 你爸爸录制视频的时候 也有医护人员作证 我也找他们求证过 你看的不是远见 可这到底是谁做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爸爸的原始视频 还能恢复吗 我想知道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那个叫皮特的律师 他已经知道了 我们找到了 篡改视频的铁证 为了自保 他交出了原始的视频 这么说是那个英国律师干的 他是为了钱吗 他根本不承认 篡改视频的事实 只说是保管和备份的疏忽 我们也没有证据 证明是他剪辑的 从原始视频来看 并没有涉及财产问题 他为什么这么做 对他也没有好处啊 我现在不关心这种 无量律师的狡辩之词 我只想知道 我爸爸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呀 你仔细看看吧 高阳 如果 你看到的这段视频 那就说明 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 眼力 请跟燕姨过来一下 我有十分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是关于你妈妈的 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先别急 别急 先坐下 坐下 戴叔叔 我看到我爸爸的真实遗嘱以后 我真的一刻都等不了了 你先别急 在没有搞清楚之前 我的建议呢 先不要打草惊蛇 戴叔叔 现在易能够的情形非常紧急 我必须要让严厉和燕姨 及时地知道事情的真相 不管谁是草 谁是蛇 我一定要让严厉打开心结 正面解决问题 权力的挽救医能够 郑母后到底是谁干的 燕姨 严厉 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 我们上次看到的遗嘱视频 并不是我爸爸真实斑斑 是通过人为剪辑 伪造的 什么 你叫我们过来 就是因为这个事吗 你有证据吗 这个是戴叔叔找的英国权威机构 出具的鉴定证明 你们英文都很好 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伟伦没有告诉我 视频剪辑过 这 这谁干的 可能是那个英国律师皮特 但是他并不承认 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 先看一下我爸爸的原始视频吧 我就从被剪辑过的位置开始播放 想说的话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说得太多好像也意义不大 高雅 你要答应爸爸 一定要好好的过好你的一生 如果说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最让我耿耿于怀的 那就是我没有为你造作打算 我没有为你安排好后路 我没有照顾好你 我对不起你的妈妈 说到你妈妈 其实这十八年来 我经常会感到很内疚 如果 我以前不是那么自私 如果 我的野心不是那么膨胀 如果 如果 我能够多陪陪他 就没有那么多遗憾了 所以他说的对不起 是对你妈妈说的 而不是我妈妈 是的 我爸爸说这些话 是对我妈妈的怀念 并不是对你妈妈至死的忏悔 这怎么会这样呢 至于说燕燃 我很感谢这么多年 你的陪伴和付出 你当年为了我 和严厉的妈妈发生争吵 而且离开严家 我怎么可能对你们有感情呢 可能是出于一个父亲 跟女儿的死心 对不起 我一直希望等高养成年以后 我们再谈论婚嫁之事 人算不如天算了 三年前我被查出得了绝账 所以 我也是取消了 想你求婚的计划 不是半年前吗 我知道 这对你的伤害很大 对不起 但是 为了你一生的幸福 我决定 还是隐瞒下去 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 你们都是我至亲的人 对不起 我没有能够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 你值得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 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对 还有治国老弟 你不要关随我 跟你隐瞒的事情 然间你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场 我们想聚了一段时光 用不了多久 又要麻烦你 送我回家了 还有韦伦 谢谢你三年来 在医院的陪伙 还有薛妮 感谢你三年来 专业 用心的服务 谢谢你们 我就不跟你们说再见了 就此用别 等等 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雪莉 雪莉到底是做什么的 她指的服务是什么 这个女孩好像我在英国见过 她是富美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 就是把国内的医疗客户 介绍给国外最好的医疗领域 说白了就是专业的医疗中介 有兵员 阿姨 吗 你怎么了 对不起 我先走了 燕姨 嫣然你干吗 你不是告诉我 照片上的女人 是高仲达在英国约会的情人吗 我真没想到 你会做这种无耻的事情 你竟然告诉我 高仲达是半年前得的绝症 其实她是三年前就得了 你这些所谓的 跟情人频繁约会的照片 其实就是跟中介正常的沟通照片 你竟然如此卑鄙 整整骗了我三年 嫣然你听我说 你别碰我 我真不是想骗你 高仲达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 你不应该再跟他在一起了 行了 你闭嘴吧 你赶紧给我走 嫣然我知道错了 但这一切真的都是因为 我太爱你了 爱我 你口口声声还敢说爱这个字 你懂什么叫爱吗 我不想再听你任何解释 这一切都是一个圈套 好好好 就算你不相信我了 你也要相信咱们俩 这么多年的感情吧 感情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感情吗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不清楚吗 星天商场的合同 是你故意让我发现的 为了让我相信你 你剪辑了遗嘱视频 你利用我姐姐的死 还敢跟我谈感情 你这种种行为说明了 你就是一个狡猾恶毒的毒蛇 因为相信你更加让我觉得恶心难受 我希望你马上给我滚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我马上就报警 报警 你现在就报警 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警察看 还有我手里的那些东西也给警察看 咱们一起转移高市财产的那些证据 你以为我都烧了吗 你知道这些证据会让你 会让我 会让咱们俩坐多少年牢吗 蒋卫伦 已经用这种方式威胁我 燕燃 无论如何 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不是我所希望的 你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燕燃 你以为我苦苦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钱吗 只要你让我陪着 你让我在你身边照顾你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我都愿意 这一点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 而且是我唯一的夙愿 也是我唯一可以妥协的条件 燕燃 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把这些证据 还有我手里那些 我 我全都销毁 没有人会知道的 而且我敢保证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再爱你了 咱们俩在一起肯定会幸福的 我不能让他把证据销毁 就算燕燃不原谅我 我也要给他个交代 燕燃 嫁给我吧 也什么也不敢 我你 sup course 我怎么把证据 你 boyfriend 我 ADJoan